那么下面呢 咱就进入到变成部分了 刚刚咱们不是了解了TCP了吗 加上一次TCP更可靠呢 TCP怎么用怎么通信呢 最听懂了吗 TCP严格区分客户端和服务器 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客户端和服务器这两个根 什么叫服务器 玩游戏的同学呢 应该会 你登录游戏的时候 请选择大区 你选北方大区南方大区 还是选电信大区 连通电那个几区 请问可以吧 其实所谓的选区是指的什么意思呢 选择服务器 这个服务器离你越近 我告诉你你就越不卡 你在南方 你选了一个东北的服务器 那百分之百稍微的卡 你在南方 你就选择南方的服务器 那有可能效率就更高 这么说的也了吧 所谓的你登录游戏的时候 请问打开农药的时候 是不是有个登录服务器的过程了吧 那不叫农药 农什么呀 那叫农药是吧 你打开农药的时候 是不是有个登录服务器的过程 其实服务器 就是一个程序 来为你提供服务的那个程序 叫服务器 你听懂我意思了吗 那么什么东西叫做客户端呢 我一个程序 我一个程序 接下来我想需要那个程序 给我数据 我接下来的东西 我就称之为客户端 打一个比方 QQ就是客户端 那什么是服务器的东西吗 腾讯的服务器 请问是不是服务器了吧 对吧 你上QQ 是不是要连腾讯的这个东西 那么腾讯那边就称之为服务器 而你手机上的那个QQ 那个软件就称之为客户端 简而言之 你手机不管是安卓还是OS 你手机上的QQ 微信 什么探探 什么钉钉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告诉你 这都属于客户端 这么说理解了吧 都属于客户端 这个地方就有个段子 之前一个人说了 去了餐馆 说这个问服务员 你们家有客户端吗 这个服务员说了 这个你先坐在那个地方 我们一会给你端过去 不用客户端 我们也给你送过去 啥意思呢 服务员理解所 服务员理解的这个客户端 是不是客户过来端菜啊 而真正的客户端 是指的什么意思呢 有没有听说过点菜机 听说过吧 点菜机现在像一些 稍微好一点的酒店里边 都是点菜机了 甚至是一些这个酒店里边 都是放了一个iPad 放了一个iPad 苹果的那个iPad 平板电脑放到里面去 上面的运行一个程序 接下来让顾客去点菜 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好了这个地方呢 就是客户端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你看服务员就开了个玩笑了 是吧 服务员不知道客户端是什么呀 但是如果你要是不会开发程序 你不就也就出现这个 这个尴尬的情况了吗 客户端啊 客户端 好了 那么接下来最低 TCP 严格区分客户端怎么写 服务器怎么写 它是有要求的 我问一个问题 UDP有区分吗 咱们多天说没说过 UDP的客户端 服务器的概念了 从来没有说过 那么颜外质疑是什么的 你UDP 你要是想收 我就reserve 你要是想发 我就是sand2 你想绑定 你就办 你不想绑定 那就拉倒 你怎么着怎么着 没有问题 那么TCP 它是有严格流程的 那么TCP的客户端 它比较简单 咱们先说客户端 客户端的流程 最低 客户端的流程 也很简单 不复杂 创建套杰子的第一步 第二步 链接服务器 第三步 收发数据 第三步 收发数据 第四步 关闭套杰子 这种我想说什么意思了吧 它比原来咱们说的 UDP多了哪一步 多了一个链接服务器 这一步 你听懂我意思了吧 就多了这一步 那么这一步就是链接服务器 这一步呢 就链接服务器 那么这就是TCP客户端的流程 TCP客户端的流程 那么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咱就回到Ubuntu里面去 咱们写一下 VM04 TCP-Client 这个client 什么意思 client这个词语 翻译过来就是扣端的意思 server翻译过来就是服务器 好了 VM打开 专门在这个地方呢 昨天呢 我发现了一些同学 在去VM去写代码的时候呢 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我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VM 如果我第一次用的时候 忘了后面写东西 你看不着 VM 忘了写名字了 但是我按回车了 接下来我就写代码 当当当当 消失代码 接下来 我按一下EAVC 我回到冒号模式 接下来我书上一个WQ 请问我是不是保存退出啊 哎 哎 为什么呢 你编辑的时候 你没有告诉他文件名啊 所以说他 就猛了 哥哥们 你知道我保存的哪啊 怎么办呢 W 这个时候 你在冒号模式里面 写上个W 空格 写上个 比方说04 0-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 点Py 好了 大家看 新啥意思 新建那个文件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Q 你退出就行了 大家看一下 咱们的桌面上 是不是有了这个东西了吧 你再通过Kite 你去查看一下这个文件的内容 你发现 咱们刚刚在这里面写的东西 出来了吧 好了 就原则 如果我用VIM 忘记了后面写名字 在末号模式里边 书上W 空格写上一个文件名 那就可以了 好了 RM04 把那个XX删掉 好了 VIM04 接下来这个叫做什么 TCP 杠 客户端 客户端 就是Client Client 好了 打开 他说了这个 未预期的东西 最低 如果你的这个哥们里边有括号 那么这不管是中括号 还是这个小括号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铁了心想用括号 你就需要转移 还记得这个符号吧 反斜杠 N是不是转移 反斜杠 好了 懂 接下来就可以打开了 打开之后 给他写程序 来 咱们写一下流程 怎么多了 if下关键 下关键 name 好了 这个地方紧接着写 那么慢 写上 写上 好了 那么往上翻 在这行的前面 插入一个空行 咱们原来是按一个 R 是不是变成编辑模式 我教给大家 在光标所在的这行的前面 插一个空行 输上一个大写的O 输上一个大写的O 立马在他前面插一个空行 如果你要是想在这个光标所在这行的下面插一个空行 按一下小写的O 听清楚了吗 好了 今天又讲了好几个啊 好了 咱们按一下大写的O在前面 接下来 Diff 满含数 在这个地方 接下来干什么呢 第一步来留着啊 一 创建 创建 TCP的套接字 然后第二步 第二步 第二步干什么 链接服务器 第三步干什么呢 发送数据 或者是接收数据 这都可以 那么 在这个位置 第四步 干什么呢 关闭套接字 好 那么来看这 前面百分之百 是不是咱们的需要import导入 是不是socket了吧 说到了这个socket呀 我又无形当中想起来 昨天咱们大家犯了一个错误 一个什么错误呢 很多个同学昨天遇到了一个问题 东哥 为什么我socket里边那个什么afinit用不了 他告诉我 千万不要做一件事情 vrmsocket.py 写代码 代码我就不说了 这里边有代码 好了 你看着 如果你要是在当前路径下建了个文件名叫socket.py 我vrmsocket.py在这里边写代码 举个例子 比方说 我importsocket 接下来我socket.socket 然后在这里创新东西 请问有吗 为什么没有 socket 导入的话 请问 他import导入 他的优先顺序是 先到当前路径的 当前没有在找系统的 没错吧 请问当前路径有没有啊 你当前路径下你刚刚现在写的这个程序是不是就收回了这皮 你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挖坑 怎么办呢 MV 聪明名 听懂了吧 把它改名字 或者说你直接把它删了 重新写一个 好了 不要那么做 不要那么做 谁做了 你等着吧 你谁要是能把这个bug给你在里面解了 我就佩服他 你死活写不了那个bug 百分之百的 需要聪明 好了 打开之后 接下来咱在这里干什么 socket.socket 这里边是socket什么 点af下滑线 我看他补权有没有啊 下滑线 i-net 有 那么在这个地方socket 叫什么了 叫sock sock下滑线 dg-ram吗 如果要是写上dg-ram 将来创建是什么 udp 没错 那么创建 dg-ram怎么办呢 sdream 对了 谁要是出这个货务 今天 是吧 给大家跳个唱歌 这个推舞 来到这个地方 特别吗 最低 socket 如果写dg-ram 它是udp 而写这个东西 你就认为它是tcp的 听懂了吗 流 翻译过来是流 打开之后 创建了套建的之后 你就源源不断的 可以写东西了 就像水果一样 好了 这个地方 千万不能写上dg-ram 写谁呢 stream stream 就是 st stream st st 怎么写 e 这么写 st 就是 st e st ream 这个 流 这个翻译过来 流 写完之后 前面 单据叫tcp 下方线 socket 等于它 那么 创建了一个套件字 创建完了一个套件字之后 接下来干净什么呢 链接服务器 链接服务器用什么呢 肯定是用这个套件字链接 那链接怎么用呢 用connect 链接 链接服务器 那大家注意听了 链接服务器的时候 这个地方依然需要一个圆组 别忘了 圆组 这个圆组里边 第一个写ip 第二个写端口 好了 那这个地方 connect 这里边需要一个圆组 那么你可以写上 比方说server address 这也可以啊 等于什么呢 一个圆组 谁呢 一个ip 一个ip 那这个ip呢 如果我写上一个server 下方线ip 写上一个ser server 下方线port 请问 这个地方是不是需要两个变量呀 这两个变量哪来的呀 是不是input是不是可以获取了吧 请输入要链 要链接的服务器的ip 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 比方说server下方线ip 等于它 先输入一个东西 我把它放在这 这个南部高 是不是已经用过很多次了吧 先输入一个 再放在这 然后呢 YYP 三处一行 那么这个地方请输入服务器的port 然后在前面 这个位置你就改成什么了 port 但是切记 这个地方还得怎么着 对 还得转一下 还得转一下 好了 这个位置 这个 就是它 这个 就是它 请同学们 没错了吧 接下来 我再把这个圆堵 放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当作一个参数 好了 server adress 放在这 服务器链接成功了 对吗 需要真的写这么复杂吗 可以用一句话来替换 就是你不想写这么复杂的话 可以用一句话 可以 next 链接谁啊 元祖 哪个IP呢 比方说192.168.33.11 然后端口是什么呢 7890 听听说我想说什么意思了吧 用上面这一套东西 写固定的 是不是和下面这个 这个四行的代码 是不是一个道理啊 都一样啊 好了 我把它屏蔽 都一样的 元祖 那么接下来 发动数据 只要链接成功 就可以发数据了 那么发什么数据呢 怎么发呢 注意点 这个地方不一样 send2 是不是UDP里边的发动啊 TCP里边用send OK 第一个特点 名字 点了 第二个 这里边只有数据 诶 那个对方的IP 对方的专口呢 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想给某一个人写信 你写的第一封信 需不需要收件人的信息 需要吧 send2要写上 你写的第二封信 是不是也需要 写上收件人的信息啊 写上 但是如果你要是打电话 你会怎么着 你只不一次电话号码 你说一句 再说一句 你再说一句 请问这几句 是不是自动的就有了 对方的一个信息了吧 所以说不用再写了 这就是send的一个特点 只需要写上你将来发什么东西 可以了 好了 这个位置 input 请输入要发送的数据 然后接下来比方说send data send data 在这里边放了 我接下来要用tcpsocket.send 有图吗 没有啊 这里边是什么 send data.incode 写什么 utf-8 可以吧 这个哥们就过去了 好了接下来我发送完之后我就close tcp 点 close 关了 可以不通吗 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这个事情可以了 先创建 再链接 接下来发送东西 最后关了 然后发送东西关了 好了保存 怎么验证呢 我原来是不是给大家说过 咱们windows 这个Ubuntu这里边 是不是已经安装了这个东西了吧 你用他也行 你用这个windows里边那个也可以 听清楚吧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只是IP不一样而已 好了 最低 这个地方应该给人谁呢 点 这个说 确计 确计要点一下他 把他当做谁 咱们写的是客户专 没错吧 那么另外一方是不是应该当服务器啊 所以说选择之后 选择tcp的服务器 你让这个当服务器而已 然后你那个程序是客户端 你让这个当服务器 那么端口8080 来同学们321 走 好了 这是运行的现象 这就运行了 这就运行了 看我说 我开始链接了 你开始运行了 快点三 零四 走起 要链接哪个服务器 同学们 我可以写当前的IP 是不是我也可以写127的0.001 这都行 这都行 来 咱往这拖一拖 看看现象 好了 127.0.0.1 端口是谁呢 写谁啊 8080 他说了 connect refuse refuse就是拒绝 那么如果是127的0.01拒绝的话 咱们得试一下 再运行一遍 要谁呢 你写这个IP 写192.168.33.109 写上192.168.33.109 然后再试一遍 8080 然后你看 你会发现 我这次是不是就能练得戒得上了吧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咱们过一会儿 咱去学服务器的时候呢 咱就知道绑定的时候 它其实是绑的是这个 你绑的哪一个 就只能必须用哪一个 听懂我意思了吧 绑的是哪一个 必须用哪一个 好了 因为这个程序呢 不是咱们写的 所以说呢 它就有可能导致的 它并没有允许127的001 连接它 好了吗 不管怎么说 咱们是不是已经连上了吗 连上的体现是什么 看这 看这 这是什么 谁连接上了我呀 192的168的33.109 请问109是不是自己啊 自己里边的哪个端口啊 是不是48306啊 好了 发一个数据吧 哈哈哈哈 321 走 请问 是48306这个端口 发的数据过去了 你也没发现 这个地方没了 为什么这个地方没了呀 你也没发现 我已经掉了close 掉了close 是不是现在已经断开了吧 因此这个地方就看不见了 好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现在咱们通过TCP 是不是依然可以发送数据啊 OK 这就它 好了 接下来呢 咱们大家花五六分钟的时间 写一写TCP这个客户端 写一写TCP客户端 我最后强烈点 咱们写的是客户端 你让网络提示住手当服务器 听懂了吧 有这么几个注意点要追呀 这个地方要选 然后接下来绑定绑 然后接下来你的程序里边 千万别写错了 别把程序里边这个地方写成DG RAM 这几个注意点要注意 好了 接下来开始写 好 好